好,我们看完了冬天仙境之后,我们现在来到了九龙英西风林的另外一个景点,风林小镇 看一下这个风林小镇有什么好玩的,我们现在就进去 好,我们到大门口了 现在马上去验票 看来这个风林小镇,它里面分为很多的不同的项目 像这里就卡丁车,对吧,还有一个冰雪 梦幻冰雪,这些都是小门票嘛,所谓大门票当中的小门票 还有一个小火车,大家看到这个轨道了吗 哇,这一坛花,大家看,还是非常的引人注目的 漂亮 那里还有骨可以敲 这里最出名的一个就是火车观景了吧 就坐这个小火车在花海当中穿行 不过呢,夏天的话真的不建议啊,因为太晒太热了 这里还有荷花 人不多啊,因为下午的话太阳有点晒 哦,这里有一大片的荷花池 可以看荷花 这里啊,还有布置了一个,这个像是樱花吧 假的还是真的 可能是假的 然后,有这么一个花吧 然后,有个月亮在中间 也是比较用心的啊 整体的环境还是可以的啊 啊,对面有很多的风林,大家看到吗 很多的山林 还有滑翔伞可以玩 大家看到上面的那个 滑翔伞啊,热气球啊,这边都是可以玩的 那上面的话,看下面应该是非常壮观的啊 可以看那些山林,还有看下面那些荷花 荷叶 还有这个飞锁 大家看 风林飞锁 穿过这个风林啊 我觉得这里面啊 你还是要花钱玩那种小项目 光花那个大门票进来的话 哇,这个太大声了 光花那个大门票进来 其实也